在她心裡 期待著一個浪漫 我希望有一天 也會有屬於我的奇蹟發生 想不到浪漫沒來 冤家卻來了 差一點撞到你怎麼知道 差一點就是沒撞到 我看你是詐騙集團吧 你這招很遜 你是個冒失誤 最後不要再被我遇到 你竟然一直打一次啊 她就是我合約裡面 那個專屬女管家 200萬 中天綜合台 記得我們有約 總統馬英九晚間南下高雄 高院科技大學 跟學生座談 想不到發生了尷尬場面 下方安排了捷運延伸 還有企業捐助棒球校隊抵稅 等問題提問馬總統 只是選舉到了 總統比較關心的是 他的學子政績 像是延長學貸還款時間等等 想不到總統得意的政績 有學生竟然疑問三不知 還讓總統頻頻的反問說 你們怎麼都不知道 馬總統到校園跟學生座談 校方安排了三個學生 提問總統 細聽這些問題跟學生似乎沒有切身關係 反而都是偏向學校業務的發展 偏偏在選戰時刻 馬總統更關切他對學子所提出的政績 馬總統對學子的重要政績 但是連學生都不知道 急得馬總統出了門還在問學生 難得總統立臨學校趁機向總統大開口 只是當下選票最重要 沒了選票再多承諾還是空盤 總經新聞王嘉慶 孫穎玉高雄報導 馬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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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總統